一、人权李冰冰任权和李冰冰的关系非同一般,感觉就是恋人未满的感觉,两人同是黑龙江人,又是同班同学,之后两人在影视圈拼搏,又合伙做生意,两人长达二十年的交情,在娱乐圈也是非常罕见的。 对于这份情谊,任权也曾说过,多年后他未嫁我未娶,就凑合一起过,如今李冰冰已经有男友了,而且还是任权介绍的。 二、梅艳芳张国荣梅艳芳和张国荣的关系非常好,经常在演唱会上互作嘉宾,同时经常在一些活动上一起出现,张国荣和梅艳芳走得那么近,为何却一直没有产生恋爱,升级做男女朋友呢? 不过也有江湖传闻说,他们彼此相约好,如果在四十岁前还没有成家,张国荣就会迎娶梅艳芳。 三、罗志祥蔡依林罗志祥是有亚洲舞王的称号,说明她的舞蹈实力也是非常厉害的。 蔡依林的舞蹈非常吸引人,两个人已有了十几年的友谊,而且罗志祥帮蔡依林挡了很多绯闻,他们之间也有你为嫁我取你的约定。 四、林心如苏友朋两人从桓珠格和乡史,从朋友到朋友之上恋人未满,两人也曾有四十岁,未娶未嫁的阅读。 巧合的是,林心如刚好在四十岁嫁给了霍建皇,两人做不成夫妻依旧是好朋友。 五、李小冉徐嘉宁 李小冉不仅是一个实力女演员,而且她的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,让人看着就感觉是非常的漂亮。 李小冉与徐嘉宁两人之前就有很好的友谊,虽然李小冉以前情路坎坷。